阿里山公路临班地火灾延烧五天 原本翠绿的山坡就这样烧成焦黑 立刻引起各界对于森林火灾的关注 对此林务局25号召开记者会 公开近年来国有林地火场的相关数据 在阿里山的那一场火灾 在那么陡子的一个地理环境之下 还会发生火灾 那很有可能就是人为的一个因素 可能就是抽烟或者是其他因素 另外一个就是整地的因素 即使爬山的时候也不应该去用木材去烧 山林火灾人为的比例到底有多高 林务局统计从102年到109年间 发生了316件火灾中 只有1.9%是自然引起其余都是人为 其中不乏扫墓引起 因此为了防粪接着下来清零扫墓 各领馆处也划设出了高风险区 苗栗以南就主要包含我们的东市领馆处 嘉义领馆处 还有这个南投领馆处 屏东领馆处这四个领馆处呢 都把还把1200公尺以下的这些 国有林都列为高风险的地区 那另外1200公尺以上的人工林 特别是蒸叶树也都列为一个高风险的地区 为了有效降低人为火灾 林务局提醒根据森林法相关规定 若放火烧毁森林 将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尤其徒刑 另外民众协助举发且查获破案 可获十万元以下奖金 通报火灾者则是五千元以下奖金 同时期闻人士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道